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关键挑战之一是 有一款实现超音速巡航的发动机 印度现在几乎解决了该隐身战斗机上面的大部分问题 最大的困难就是寻找必须符合五代战斗标准的核制发动机 之前就有人建议印度最好遵循中国歼20的发展路线 此外AL-41F1S发动机无法隐藏红外镜号 这会让战斗机成为导弹的猎物 因此印度最近宣布前两个AMCA中队将安装GE414发动机 并且开始与美国谈判合作建立发动机制造场 这对俄罗斯是一个打击 因为莫斯科仍希望印度投资和购买速武器战斗机 而在印度做出这一决定之前 俄罗斯内部就有一种声音 认为有必要给印度更多的激励措施 但现在这似乎为时已晚